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赵生宇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的话是2015年还在读研期间 其实就在微软的做一些社区经理相关的实际工作 但是2016年毕业以后呢 其实我还是回到了一线的研发 在网易做了两年的游戏研发工程师 但是由于在开源圈子还算比较活跃 所以2018年的时候又回到阿里巴巴 开源办公室做一些开源运营和治理相关的工作 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觉得开源里面还有很多的理论 以及这个基础的一些框架 可能现在还不太明晰 所以又选择辞职以后到统计大学XLab这边 继续研究开源相关的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还是统计大学的一名在读的计算机博士生 那么另外可能大家会了解到的是 2020年我疫情期间的话 我发起了一个叫武汉2020的开源项目 然后也算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数字工艺项目吧 所以在2020年也是得到了一些媒体和社区的认可 对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正题 就是说既然是说竖解开源 那么第一部分就是要先看一下开源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数据 其实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代码的演化的数据 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在传统的软件工程 包括像这个仓库挖掘里面 经常会去研究的就是这个GIT或SVN的这个代码数据 那么其实包括了你的这个提交记录呀 然后包括你的这个代码演化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代码行数的增加呀增删呀 然后包括说到底是谁在提交等等 那么其实随着更大规模的开源 然后包括一些平台的这个介入 事实上平台协作数据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那么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实验室现在研究比较多的 就比如像Github的这个全平台的数据 那我们知道在Github上面其实有数千万的开发者 然后以及数千万的项目 然后大家用这种艺术的方式去讨论 然后用PR的方式去进行协同 那这个数据其实也都是完全开放的 而且比起GIT数据可能会蕴含更丰富的一些社交的关系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知道开源 其实它并不是说大家自己去做一个项目 事实上你基本上做一个项目 基本上都会去依赖其他的开源软件来做 那么这里头又引入了像软件供应链的一些数据 那比如说这个里头这张图 其实就是在NPM上面 React这个项目它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里头其实React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JS WindowJS的库其实在引用这个React这个项目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包含了一些这个项目自己的数据 比如说像活动运营的数据呀 然后像内容运营的数据 比如说发一些文章啊 它的阅读量啊 这个覆盖面啊等等 那么这些是属于比较私有的数据 那还有一些就是更专业的 比如说安全合规的数据 那这个其实包含两个方面啊 一个就是安全安全的数据 其实现在主要是指跟漏洞相关的 就比如说 这个之前爆出来像Log4G这样的漏洞 其实它的影响面会非常广 所以其实像CVE这样的安全漏洞库 它的数据也是完全开放的 那么这些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分析工作 那么所谓合规呢 其实主要还是在指这个开源许可证的 法务合规和许可证兼容方面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专业的机构 在做相关的研究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作为研究机构的话 事实上研究开源中的数据 是一个有非常好的可行性的 因为开源中有非常非常多 这个大量的开放的数据 可供我们去研究 而不像传统的这种软件研发 那可能它的这个软件 都是在一个企业内部开发的 那对于很多学生来讲 或者说高校来讲的话 其实是无法触达到这些数据的 但是在开源的领域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有海量的数据 可以去做非常多有意思的分析工作 那么有了这么多的数据的话 接下来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些数据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么其实接下来我可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业界的一些度量的指标 那么比较有名的一个 其实就是Linux Foundation 下面有个叫做Chaos的社区 那么在这个Chaos社区下面呢 其实它对整个社区有各种各样的度量 然后它主要是去做这个开源社区的健康度的衡量 然后它将这个指标呢 分成了五大类 就比如说Common 然后又Evolution 就眼镜相关的 然后还有风险相关的 还有与这个多样性和包容性相关的 以及与它的价值 商业价值相关的一些指标 那么其中很多的指标 其实在Chaos里面目前还是 比如说能采集到的一些指标 可能还是以这种统计的方式来做 就比如说你的这个Contributor数量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的这个Essue有多少 PR有多少 然后这个接收率有多少 然后处理时间等等 其实都是一些客观的统计的数据 那么还有很多呢 可能是很难去简单量化的 就比如说在这个包容性和这个多样性方面 可能很多是需要用问卷的方式去做一些量化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对Chaos感兴趣的话 这也是我们实验室深度参与的一个项目 那么其实这里头就可以从这个Chaos点Community 他们的官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新release的是 4月18号的这个版本 然后大概是有 大几十个的Matrix的这个度量指标 对然后其中的话可能有 三四十个指标是可以在这个开源的数据里面 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获得的 然后可以统计得到的 那还有很多的指标呢 其实是可能需要去通过调引的方式来获取 然后甚至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简单的量化 但是它对于我们去理解整个开源社区的健康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除了Chaos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这个业界度量指标 它是可以有一些计算的方式 然后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唯一的值 然后就得到一个最终的值 是可以去评判一个软件的好坏 那比如说像Libraries.io 这个可能也是很多科研的同学比较了解的 它主要是去采集各种供应链的数据 这个主要是制品库 就比如说像NPM 比如说像PyPI 然后Maven等等 然后像Libraries.io呢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叫SourceRank这样一个算法 那么它的话是其实是一个统计指标加权核的方式 就是将各种指标通过不同的权重相加 然后得到一个核的结果 那么这个加权的权重呢 其实专家经验来去进行分配的 那么右边的其实就是它官网上的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也是对不同的指标分成了 像代码社区分发文档和使用整几个方面 然后但是这几个方面 其实基本上还是用这种统计指标的方式来进行计算的 并且有一些具有秘率分布的这个指标 它会使用对数来做预处理 就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跟这个依赖数相关的 因为有些项目像项目的依赖的这个分布呢 其实是具有一个秘率分布的 就是说有些项目其实它的 依赖它的这个库会非常非常多 但是有些项目就会非常非常少 而且甚至绝大多数项目常委的项目 其实它都没有很多的依赖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秘率分布 但这种分布呢 其实在数学上一般也都会用对数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Libraries.io的这个观望 上去看一下SourceRank它相关的这个介绍 OK接下来还有一个呢 其实是OpenSF这个基金会 其实它也是LinxFoundation下面的一个基金会 那么它提出了一个叫Criticality Score这样一个指标 那它也是通过统计加权的方式 但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它又做了一个最大最小的规义化的处理 对然后它同样也是说具有秘率分布的 其实是用对数做了一下预处理 对然后在这个数据层面的话 其实就不像SourceRank可以考虑的那么全面 它可能只是考虑了协作演化的数据和一个依赖的数据 对然后其实在Kiosk社区 现在也有一个与这个指标的一个联动 就是将这个指标作为一个Metric Model 作为一个活跃度的Metric Model 其实现在已经推入到了Kiosk社区 那么是使用同样的算法来做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两个链接 第一个就是OpenSSF这个基金会的Quickly Score这样一个仓库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Kiosk的Work Group Metric Model这样一个Work Group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这也是用统计方式来做的一个指标 但是其实在我们这个研究过程当中 其实会发现说第一现实世界里面 其实我们如果只用一些统计指标 很难解决一些真实的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其实就是统计度量 其实是有一些它固有的问题 那么所谓度量里面其实有个叫三定律 它他们都是指向一个含义 就是说度量是具有观察者效应的 那什么叫观察者效应呢 其实就是说你客观的去做一个度量是可以的 但是当这个度量一旦被人所知晓 然后并且变成你的目标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这个度量可能就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那么其中有这样三个定律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Gruphard's Law 就是这个定律 它的意思是说当一个指标变成一个既定目标的时候 它就不再具有指示整体情况的作用 那么跟它相关的另外一个叫Compars Law 其它是说当量化度量有重要的后果的后 会产生一些通过破坏过程的方式 以实现量化目标的行为 这就会完全违背监控完善过程的初衷 那这两个其实是都是说明这个 通过统计度量这种方式 将你的度量变成你的目标以后 事实上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 那最明显的就是说 比如说在看运营里面 如果我们认为STAR是一个好的指标的话 那事实上就会有一些刷STAR的行为 那么另外的话 还有比如说像Contributor 如果我们认为 单纯的认为Contributor数量是一个好的指标的话 那有些社区就会通过 专门去设置一些非常简单的 这个入门的issue 或者说甚至是故意的放一些 比如说这个Type的问题 在自己的项目里面通过这种方式来刷Contributor 那其实这些对于整个社区的成长 对于整个项目的健康来讲的话 是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 那么这显然就是将你的度量指标 变成你的一个目标以后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好的一个观察的效应 就是说当意识到自己在被别人关注的个人 他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而由于受到额外的关注 可以导致技巧和工作态度改善 这其实是一个好的方面 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度量一个事情的时候 当个人会知道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认为review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么可能有些这个开发者 他就会比较倾向于去review别人的代码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向 对但这个好的方向 其实没有办法抵消前面两个 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破坏性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看到 这个统计型的度量他的所有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的话 其实会更深入的去理解说 整个现实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回到现实世界 我们就会发现说 事实上现实世界并不是 每个项目都是完全独立的 事实上所有的开源项目呢 尤其在同一个语言生态里面 那很多开源项目都是通过商业的方式去关联在一起 大家都会有各种方式去依赖彼此 然后并且在整个开源世界里 其实贡献者会在不同的项目上去做一些贡献 会不断地去迁移 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 其实比简单的去做统计更有 更有趣也更有意思的一个 更有用的一个模型 那么其实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个价值网络的模型 其实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因为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同的用户 不同的开发者 他其实是会贡献不同的仓库 然后这个开发者之间呢 这个蓝色边呢 其实又会有这个关注的关系 这就是他的社交关系 那这个社交关系 其实也包含了一定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然后包括项目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依赖的关系 就比如这个项目 他依赖这个项目做二次开发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就已经隐含着对这个项目的这个价值上的认同 所以网络为什么有意义呢 就是我们认为说有多少的活跃很重要 就比如说你的技术的数量很重要 但是谁在活跃其实更加重要 就是说他背后的这些人更加重要 然后包括他背后依赖的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 其实比我的依赖项目数量要更加重要 那么第二个是说开发者之间的社交这个协同的关系呢 其实就包含着一些丰富的信息 包括仓库之间的依赖关系 同样隐含着这个使用价值的一个流动 所以这就是网络所带来的意义 那网络背后其实是有一些价值观 那这个价值观其实也非常重要 他形成一种共识 就是说更有价值的项目 其实会吸引到更有价值的开发者来贡献 那么更有价值的项目 也会更容易被其他的项目所依赖 那么更有价值的开发者呢 其实更易受到其他来自其他开发者的关注 那么开发者在更有价值的项目上的贡献 对自己的收益也会更大 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个大家的一个在开源协同的一个网络里面 其实我们对于去研究每一个项目和每一个开发者 它的一个价值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很有趣的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块更详细的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博客 其实有一系列的文章 在讲我们最从最早的活跃度的定义 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演化到整个网络的定义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全球项目排名 那会以按月和按年的这个维度 我们都会统计好 然后让大家可以随时去查询 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HyperCX 这样一个项目 其实它是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大家可以看到 一旦你安装了以后呢 其实你只要访问Github的任意一个仓库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仓库的主页上面 看到它的这个活跃度跟影响力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那么这也是一个示意图 那么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几个链接去访问到我们的项目 然后去使用一下看你的效果 那最后的话 如果大家对这个看元中的数据度量 数据的这个使用分析等等 会非常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来跟我有更多的交流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